外观方面,其实放了法之后的她,都挺QQ的 坦白说,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天真无奇的纯品好女孩 读书方面,就不算好精灵了 做份Assignment,六题才适合两题 至于她的座右名,就是贯穿整套作品的名句 Nigeta Hitotsu, Susumeba Futatsu Mabel 的程度,是连米米都不太看得过眼 我们一方面就会同情,觉得她很可怜 另一方面,又很为不知道怎样帮她好,而感到很无力 然后她还送了四个人,给大家和robot运,或者超合金摆满一起玩 是和古剑同学,和孤独摇滚的后藤一里等等 看齐做社长四天王 Connitra FLCDIS,是新系列 其实早纪人在心里,已经有个疑问了 高达的人物角色这么有潜力,为什么迟迟都不出SHF呢? 不过其实以前,盗门和东方不败,是有出过SHF的 可惜落后当时的技术,可能真的还未到位的关系 所以,就真的不是那么漂亮 如果大家有看开的阿尔云小八科的话 就会知道我开玩具,从来都是纯片的 所以这次的SHF人不谈,就会用一个差不多的模式 这件玩具,给大家介绍的角色 而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炮 就当然是今季曝光率极高的Sletter Mercury 有关Sletter的真识和谜底,我在第二季播出之前 就已经出了两条片 到现在为止,暂时都是中的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就可以自己开来看 而我们这条片,是有着眼关于角色本身的 苏莱塔麦幽里 Sletter Mercury 就是2022年所播出的机动战士高达 水星的魔女的女主角 主要架式的机体,就是风铃高达 同时,她也是高达动画史上 第一位以女性作为主角出发的角色 大家不要急着拿Kulis出来住 0080的主角是Aru,好吗? 负责为她配音的,就是Ichino Sekana 近期少少听到她的声音的话 应该是辉野机里面的四条真妃 或者是Doctor Stone里面的Yuzubiha 如果她的履历是正确的话 SolarTap应该是出生于AS105年,爸爸已故 而妈妈呢,就是Benetitou Group旗下的企业 新世开发公社的CEO,Prospera Mercury 至少在户籍上是 而Sletter在本片初次登场的时候,正值17岁 在妈妈的推荐之下,以插班的形式 入到由Benetitou Group所创办的 阿斯提卡西亚高等专门学院 是驾驶员科的二年生 学号就是LP041 而L是第12个英文字母 所以照计的话 Sletter应该就是这个学员里面第12届的学生 而P代表着Pilot4 至于数字,看法就是推荐企业在入学时候的排名 而Sletter至少在比赏为穷乡辟酿的水星那里长大 所以其中一个入学的原因 就是要听她妈妈说 利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 将水星变成一个风瑶之地 她自己也有提过 将来打算在水星那里开雄校 当然她的入学在背后是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阴谋 但她本人暂时对这件事还没有任何知觉 外观方面 其实放了法之后的她都挺QQ的 但总是带着妈妈留给她的发带 并且拥有着一身健康的肤色 某程度上都算是黑肉 然后就是短小椭圆形的眉毛 种种相似的特征 令她一开始的大家 都误认了她就是前传里面的Electo Samaya 起初设计图一出之后 就被网民说她像狸猫 因而得名 水星狸猫 作品里面 通常就会被其他人称呼叫做水星章 如果是一些稍微有敌意的角色 就直接叫做水星女 至于性格方面就比较孤僻 不太擅长于社交 甚至说她是有社交障碍 都不过分 是与古剑同学 与孤独摇滚里面的后藤一里等等 在一起做社长四天王 事实上 连官网都写她性格内向 没有什么沟通能力 虽然她的身高比同龄的女孩为高 但相处起来 就真的好像小动物一样 在受惊的时候就会大叫 或者直接躲在人家后面之类 不过我就觉得 这样的setter 反而就带了一点可爱 那些说话的时候 口窄值的表现 就真的要赚一下声優 在演绎上面的功力 不过她这么怕生的性格 其实就跟她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跟随回Oasso里面的官方连动小说 《遥南之星》 Slector 自小在水星的轨道基地 配比可伦波23号长大 而根据小说所述 水星在Slector小时候 就已经没了小朋友了 而一直陪伴着她成长的 就只有风铃高达 而Slector 十几年来 都一直只是透过风铃高达里面的资料 赋入来认识外面的世界 所以她不懂得和人沟通 甚至只是把风铃高达当成她的家人 就非常合理 在故事开始 就算被同学取笑 也不太知道什么事 而同样被欺凌开的Nika 就在这个时候向她主动示好 成为了她在学校里面的第一个朋友 虽然Slector整个人的气场 完全是和强勢这两个字 是承不上关系的 但当她看到一些不合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仍然都会阵着地替人抱打不平 所以看得出她真的挺富有正义感的 也就是因为她不懂得看人眉头压压的关系 所以就是帮学员理事长的女儿 Miori Lemberton出头的时候 得罪了当时学员底的Gueru Jetaku 竟然演变到要跟她决斗了 不过自小的抓高达Slector 怎会不够这些只是打模拟战的少爷子打呢 Slector自4岁开始就已经透过射击游戏 不经意地进行训练 这些分分钟都是妈妈暗中安排都不顶 而11岁的时候 只要在水星那里 大轻就熟地抓着风铃高达去参加救援活动 再加上风铃高达本身的个人机能 真的没什么理由是会打输的 顺理成章就击敗了古尔 成为了所谓的遗免者 而作为Holder的证明 这件制服是会变成白色的 所以这也解释了Slector的白色衣服是怎样来的 不过这里也补充一下Slector的驾驶能力 虽然他的操纵技术是真的有一手的 但我们可以从古尔的第二战里看出 面对着一些突发的情况 他还未能力到可以即时靠着自己作出对应 所以厉害厉害 但就未到天才的level 而在理事长所设计下的特别规则之下 Holder还会自动成为Mionina的未婚夫 所以Slector就顺势成为Mionina的新郎 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里开始逐渐变好 虽然他本人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终成为妈妈 用来情绪勒索Mionina的复仇工具 总之就享受着校园生活先啦 那从Slector的二十体CodeList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其实他自己本身都很享受我校园生活的 所以帮人改下花名或者接下Library之旅 是一个很飘和的少女 Kawaii 读书方面就不算好精灵了 做份Assignment 六题才适合那两题 根本身为学霸的Mionina 是形成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至于他的座右名 就是贯穿整套作品的名句 Nigeta 1 ススメバ 2 Nigeta 2 是指多个两样的意思 而这句呢 就是在Slector五岁不想打针的时候 妈妈教识他的 如果不打针的话 就不会变痛 但如果你在面对他打针的话 不单止不会病 妈妈又会开心 而水晶的人还会觉得你很聪明 听下去 这个退一进义 好像充满了正能量 但大家看后面就会知道 其实某程度上 这句就是妈妈用来控制Slector的魔咒 由于Slector本身没有和其他人合作过的经验 所以一去到他分组做project的时候 就变成了没人肯和他拍的卖正借 当然 这一点是关于当时的学生拍得罪Jetaku宿舍的关系 不过幸他还有Mio Nines 但就算贵为Holder也好 遭受到校园欺凌的时候 同样是因为控制不住情绪而哭 所以看Slector的内在 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好女孩 而他被人欺负哭这件事 就成为了他加入地球宿舍的契机 终于有库主了 之后就轮到强化人士4号 一双情愿地加以接近 迟钝的他就以为自己 因为问了人家何时生日而激怒了人 接着沉船仔古耳 原本就打算帮Slector出头 可惜出头变了送头 又打输了 上次打完之后 Slector成功打开了4号的心扉 可惜都是唱首生日歌 当Elan再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换上了强攻营的5号 但看来Slector像是受软不受硬的 去到之后Slector才知道 原来Earialu是一只被视为禁忌的高达尼 但事后都对妈妈没有半点的怀疑 可以看出Slector对妈妈 是抱持着绝对的信任 孖宝的程度 是连米米都不太看得过眼 再之后Slector就与地球宿舍的小伙伴 一起努力 将高达所採用的技术 尝试应用到医疗的层面 本应就非常美好的 但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看的这套是高达尼 话口未完 过多两集 他们就遇上了实战规模的恐袖 在妈妈的循循善友之下 Slector就克服了杀人的心理关口 成为了第一个季味的Yamena Sider 在事后跟Mionine的真情对话里面 虽然看出她本人 也有当时所做的事有点反省 但被妈妈开导之后 又很快就没了回事 而为了拯救这个完全被妈妈支配的Slector 米米就不惜在背后背持她 令她失去了Hoda的身份 更加失去到风铃高达 即可谓失去了一切 这个时候就跟大家看看玩具 Hoda这条片就讲SHF SHF来说 这个Slector也算是这样的 原来是穿褲的关系 所以是没有底底看 手型上面有颇多的选择 而面型除了本身的普通样子之外 就有四个可以更换 分别是认真样 受镜样 开心样 和超级开心样 而本体后面就有个孔 给大家插上支架 配件方面 它就附有一个学生手册 在一套东西里插着这部东西 才可以开出一部机 功能上也跟我们的手机非常相似 可以用来接触人 她一日传三个短信给Mionine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样的 然后她又送了四个人 就是刚好复合比例的 给大家和robot运 或者超合金摆满一起玩的 正在上 我都对这部SHF 算是非常满意的 除了第二季故事急速展开 大家可以慢慢看得出 妈妈对于Sletter的洗脑 可以说一下 去到一个不可救抑的地步 是真的妈妈说什么 就是什么 就如Mionine所说的 如果妈妈叫她用高达来杀人 她应该就敢死会照做的 虽然很多人看到 温室的位置 都表示看不过眼 但我又觉得 我们又不怪得着Sletter 如果我们代入一下她的角度 十几年来 妈妈所说的事 未曾错过 所以对妈妈的依赖 自然就变得非常理所当然了 再加上自己接触外面世界的渠道 又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是不可以奢望 因为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下的人 是会有独立的批判思考的 大家要记住 17年来所累积的价值观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一掃而空的 所以我的Sletter 都尽情有可原 而这个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告诉我们 到底洗脑教育 是可以去到几恐怖 我们一方面会同情 觉得她很可怜 另一方面 又很为不知道如何帮她好 而感到很无力 相信米米这份无力感 这几年来 大家的现实世界 都应该感受过不少 再加上现在有关风铃高大迷底 终于被揭中 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 Sletter和Elly 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人物 虽然有关Sletter 是如何诞生在这个世界 仍然还未很明朗 但基于Sletter 是有着Elly大部分的特征 而她的实质年龄差距 就相差8年 所以我是有理由合理怀疑 Sletter应该不是靠正常的方法 来到这个世界 复制人论就是其中一个大热 如何都好 在妈妈的眼中 Sletter都只不过是Elly的一个容器 可怜的Sletter眼里 就只有妈妈 可惜妈妈的眼里 又只有Elly 现在她还有一无所有 不过也这么说 她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性格 就是因为她个人没有什么成长 所以失去一切之后的她 如何站起身 如何去发现所有真相 如何去面对这个鬼畜妈妈 就应该是第二个季尾好看的地方 坦白说 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天生无异的 唇品好女孩 希望编剧将来会对她好一点 至少希望到季尾 当人们问妈妈和Mionia 同时跌落水的时候 她会救谁 她不回答 先问妈妈 今集的SHF人物谈就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 喜欢这条影片的 就记得赞好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